每年杨幂过生日微博就特别的热闹,杨幂的权利好友都纷纷给杨幂送生日祝福,一般关系越好的,发得越早。 比如张大大就是,杨幂的生日时间还没到,张大大的祝福就来了,这个生日祝福也是用心,还写了一首大优诗,配上杨幂的九宫格,全是大秘密的美图。 据说是张大大醉就和杨幂出去游玩拍的照片,看来是闺蜜情无疑了,不过现在,杨幂有了自己的工作室,当了老板,手底下带了一批新人,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就更多了。 今年杨幂的生日一到,身边些人就按捺不住给杨幂送祝福,迪丽热巴是杨幂工作室第一个发祝福的,不过这段时间,外界一直遥传说,迪丽热巴和杨幂关系不好,但是今天杨幂生日,迪丽热巴几乎是敲着时间点发的祝福,刚好是二点整,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刚好,还说期待杨幂早点回来,大家一起吃饭。 一看就是关系很好的闺蜜了,除了迪丽热巴这么热心,杨幂工作室的新人高伟光,王义飞,张玉龙等人都纷纷发微博,还亲切的称呼杨幂微秘姐,看来大家平日相处都很愉快啊。 不仅如此,娱乐圈其他明星也都来发祝福,比如陈学东,郭坦杰在杨幂微博下评论,而且郭敬明也没有忘记大秘密生日,说了生日祝福还说么么哒,话锋也是很搞笑了。 不仅如此,妮妮给杨幂的生日祝福,也是被网友顶上了热门,想不到妮妮和杨幂的关系也挺近啊。 不过确实了,杨幂和贝比是闺蜜,贝比和妮妮也是闺蜜,所以闺蜜的闺蜜就都是闺蜜了,可是妮妮都发祝福了,为什么贝比没有动静呢? 去贝比的微博上看一圈,昨天贝比还发了新造型,说实话剪寸头的贝比确实和黄小明有几分相似爱啊。 不过贝比这条微博下面全是粉丝的质问,粉丝在评论里说,今天是杨幂生日,贝比,今天你闺蜜杨幂生日哦,各种提醒简直不要太多啊,都知道杨幂和贝比走得很近,出席活动都是姐妹抱团,前几天还姐妹几人,一起参加了杂志活动。 不仅如此,杨幂和贝比还经常和张大大同框,三人漏合照什么的简直不要太多,有时候两人相聚,第三人没到,大家还会一起视频聊天,可见这关系有多铁啊,不过贝比微博没动静,也不代表人家没送祝福,可能就像杨幂说的,都是悄悄说了的呢。